在中国新闻社建设70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向中心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70年来 中心社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 坚持为侨服务 为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希望中心社以建设70周年 为新的起点 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加快融合发展 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增强报道亲和力和时效性 积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 为展现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推动中外文明交流 民心相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3号上午 庆祝中国新闻社建设 7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 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统战部部长尤全 出席大会并讲话 他说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 突出中心特色 面向港澳台同胞 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 讲好中国故事 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 不断壮大海外知华有华朋友圈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凝聚人心和力量 会上 中心社负责人和老同志 青年职工代表发言 中心社由中国新闻界和乔界知名人士发起 于1952年10月1号正式成立 目前 该社有52个境内外分社 建立了24小时不间断的信息发布系统 形成了覆盖海外大多数华文媒介的用户网络 共用户网络 history of now instead of 啊 所以